大家好,我是猫盾 今天我们来聊SP张飞的刘备羁绊 我会以对比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刘备羁绊的张飞和关羽羁绊的张飞有什么不同 和他们各自拥有什么优势 最后才来说说盾江到底使用哪个羁绊比较好 首先第一点,刘备羁绊的张飞是无法释放普攻的 取而代之的是,每次轮到张飞的普攻回合时 他都会自动恢复三点狂怒 三点狂怒会让张飞直接进入狂暴状态 并获得一千点怒气 所以刘备羁绊的张飞是和马云露一样可以每回合都发动怒攻的 不过刘备羁绊无法像关羽羁绊一样 在进入狂暴状态后 就马上获得三点龙魂值释放龙魂祭 所以在爆发能力上是不如关羽羁绊的 刘备羁绊的优势是张飞会免疫沉默 加上在眩运状态下也可以照样释放怒攻 基本上张飞已经可以免疫目前环境里一半以上的主流控制状态 在进入狂暴状态的时间点上 其实两个羁绊的速度都差不多 甚至关羽羁绊还会更快一些 这是因为关羽羁绊除了普攻可以获得龙魂值外 也可以透过单体攻击暴击来获取龙魂值 关羽羁开局启动快 还没轮到张飞行动就已经可以让他进入狂暴状态 如果两人都占一号位 那么进入狂暴的速度就差不多 但如果都占二号位 关羽羁绊的张飞会更快进入狂暴状态 不过关羽羁绊必须绑定一个单体普攻或怒功能暴击的武将 才能快速进入狂暴状态 刘备羁绊则无需绑定任何队员 只要轮到他行动就可以进入狂暴状态 开始为相邻武将抵挡负面状态 所以刘备羁绊的张飞肯定也是要站前排的 刘备羁绊的张飞在护盾获取方面 也会和关羽羁绊有所不同 羁绊会使张飞主动添加的护盾值提升90% 但作为代价自身被添加的护盾值也会被减半 游戏中对这能力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按字面上的理解 应该是张飞自己添加的护盾量会获得提升 但被其他队友添加的护盾量会被减少 相信这是为了避免 张飞身上的护盾会被叠得太夸张 导致影响其他单体输出武将的发挥 毕竟现在是属兔的版本 总要给人家点面子 刘备羁绊也给了张飞一个全新的获取护盾方式 每当有几方武将成功为敌方前排添加负面效果时 张飞就会有50%概率为自己添加一层最大生命5%的护盾 和前一个羁绊效果配合 5%的护盾量会被提升至接近10%最大生命的护盾 脏水队添加负面状态的速度非常快 张飞的护盾几乎是用不完的 如果这时再加上曹操的护盾 那恐怕就连鼠突都很难打死张飞 相信这就是为何官方要减少张飞从其他武将获得的护盾量的原因 另外张飞的无火被动替队友承受负面状态后获得护盾的能力 也会受羁绊影响而提升获取的护盾量 对比两个羁绊获取护盾的方式 这回是关羽羁绊更加方便了 刘备羁绊需要绑定能大量添加负面状态的队友 才能快速获得护盾 但关羽羁绊只要在血量低时进入狂暴状态 就能一次性获得大量护盾 以便利性来说是关羽羁绊胜 但若以护盾叠加的厚度来说 在有足够队员的支持下 刘备羁绊是完胜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刘备羁绊的三伙被动 张飞会记录战斗中受到的异常状态伤害 然后在几方五将每回合首次普攻时 附带被记录伤害总量30%的伤害 有了这个三伙被动后 加入了张飞的脏水队就会比较好打脏水内战和火毒队 但比较不幸运的是 在鼠兔上线后 这些队伍都是首当其冲 会被鼠兔打得越来越少 这也间接地让这项技能失去了一些发挥的空间 三伙被动的第二个技能 会让张飞再释放龙魂技 使敌方前后排五将交换位置时 使后排五将获得前排五将除嘲讽以外所有可驱散的负面状态 被附加的负面状态会同步所有状态层数和持续时间 这个技能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它是前后互换后才生效的 所以实际上 它是将原来后排五将身上的负面状态 加到了前排的五将身上的 脏水队的负面状态 多是加在前排五将身上的 后排五将拥有的负面状态本来就不多 而且前排才是重点要打击的对象 给后排加负面状态的意义不大 整体来说 张飞的三伙被动可运用的范围很小 只在打有异常状态伤害的队伍有用 刘备羁绊被改动的部分还有怒气技能 怒弓和关羽羁绊一样 在眩晕状态下也可以释放 张飞的怒弓会从单体变成攻击敌方全体 并获得一点龙魂值 因为张飞无法普攻 所以普攻回龙魂值的手段就被放到了怒弓里 和关羽羁绊相比 刘备羁绊释放龙魂剂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张飞在释放怒弓时 会转移自身最多七个负面状态 至随机敌方前排五将 自身每拥有一点狂怒 则异常状态命中率提升30% 由于张飞在自身行动回合时 就会获得三点狂怒 所以一般上都可以获得最高90%的异常命中提升 稳稳地转移状态 在转移并对敌方前排附加负面状态的同时 张飞也可借此获得护盾 张飞的怒弓同时还会对敌方前排五将 施加可持续二回合的悬兵状态 若转移的状态中包括眩晕 还可额外获得一点龙魂值 并使敌方前排五将获得可持续二回合的暗咽 假设这两种状态都顺利添加到敌方的前排五将上 张飞又可以再次触发羁绊的能力 概率地获得护盾了 张飞怒弓施加的两个状态 第一个悬兵会使敌方的普攻抗暴率降低60% 第二个 暗咽 会使敌方在受到普攻或怒攻触发暴击时 对同阵营全部持有暗咽的武将造成张飞最大生命值10%的真实伤害 这个技能和曹章的有点相似 曹章也会在勾鹤五将被暴击时对他进行追击 差别只在曹章的触发条件比较简单 不限制发动的技能只要有暴击就行 但曹章的追击只会追打被触发暴击的那一个人 相比之下 张飞的追击范围虽然广 没有次数限制 但却更难触发 张飞的技能虽然效果看起来比曹章的更强 但实际上却没有曹章的好用 第一 张飞需要在被炫晕的状态下释放怒攻才能添加暗咽 第二 张飞的技能只有普攻和怒攻暴击才能触发 郭佳的全体龙魂技曹章的追击 这些脏水队里发动频率最高的技能都无法触发张飞的暗咽真伤 这些都会使到张飞的技能逊色不少 唯一比较欣慰的是 由被羁绊的张飞怒攻会变成全体 而且也能暴击 所以张飞自己也可以触发这个技能 最能触发暗咽真伤的 其实是吕布 大乔和观星 这三人的怒攻和普攻频率都很高 不过还是老问题一个 一个技能的效果即使再好 如果不能稳定触发也是白搭 如果不能解决张飞需要眩运 才能释放暗咽的问题 暗咽就不会有在实战中使用的价值 如果刘备羁绊在上一个版本就登场 他一定很好用 在数兔后才登场 只能说是生不逢时 以目前的环境 张飞想让自己眩运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张飞龙魂技施加的战力 会使前排闪避两次后被眩运 最容易的方式 当然是利用观星的闪怒效果 不过脏水队可不会带上观星 另一个方式是在张飞的潜能5里 选择受到普攻时闪避率提升 这样也会有几率触发闪避 另外 高顺的重出江湖 也会使环境中多了被眩晕的可能性 最后一位武将将为 虽然没有怒攻 但靠着高频率的全体普攻 也可以很好地触发暗咽真伤 那么 顿江是否适合使用刘备羁绊的张飞 答案是不适合 一般在顿江或顿队里使用的张飞 都是关于羁绊 原因是 目前这个多核心的时代 顿队会更需要一个输出核心 而不是一个辅助武将 刘备羁绊的张飞 因为没有关于羁绊的开场吊血能力 所以 损血增伤发动的会比较慢 加上刘备羁绊的怒攻是辅助型的 所以 在输出和增伤能力都会比关于羁绊差 第二个原因是 顿队里能施加负面状态的武将并不多 所以 刘备羁绊的很多能力都得不到发挥 这么一来顿队也就没有使用刘备羁绊的必要了 所以记得了 即使是顿江 使用的也是关于羁绊 刘备羁绊只有在脏水队里才会被使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